这时间没有一个不必分解决不了的问题 今天好多小区群都炸毛了 拒绝下楼做核酸 这次上海防疫做了很多 堪称经典的死循环的案例 一个产品 你代码都跑不通 就推向市场 产品卖不出去 怪marketing怪我死路跟没洗好咯 让工厂复工 然后告诉别人工厂 后果致富 谁他妈还敢复工啊 让大家逐步出户 又不解决施犯问题 那萝卜白菜人从天上掉下来吗 号称是居家隔离 坐核酸又一窝窝窝的跑过去 别人阴着一个月的小区 最后非要给别人整个羊出来 啥子才愿意下楼座 没得病的在家里翻来覆去的查核酸 突发病的 要进医院的又找不到地方查 白白的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最奇葩的是 有的羊乐的在家里隔离 给别人整个红码 然后别人转阴了以后 还要非要去弄去方舱走一遍 去重新改改一遍 才能取消红码 让上海有这么多写代码的程序员 架构师被关在家里抢餐 做志愿者 让一些智商只有八十的人 来做防疫的顶层设计 这搞得好像怪了 嘿嘿嘿 来开小叉咯 大哥的 对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呢 我一直是在 亲自指挥 亲自不输 傻呀你 你亲眼啊 这么大岁 那么大人了 长点心眼 啊